你要当兽儿娘 啊 没问题 最近很多转生者都喜欢转生成 长有兽儿和兽尾的兽人 对于兽人 想必你比我还要了解 但是出于惯例 我还是要跟你讲一讲 在纽斯提亚上的兽人是什么样的 当然没错 对你来说我确实是得再废话一遍 那么我们开始 兽人不明思义拥有动物特征的人 人类对于 至于拥有哪些动物的特征 兽耳 兽尾 以及四肢 性格上也接近他们的动物原型 他们是纽斯提亚人口数量 几次于人类的种族 毕竟兽人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兽人 需要说的是 兽人这个种族目前的男女比例是失衡的 男女比大概是1比5 至于为什么 问你们 很多人来到这里获得了转生的机会 二话不说我要当兽儿娘 一个两个还好说 但人多了就出问题了 兽人天生就有一个变成性的能力 那就是兽化 但是这个兽化是有缺陷的 只有在月圆之夜层的使用 兽化的效果简单来说 就是变成福瑞 有些兽人会去精通这个技能 以便让自己随时都能在福瑞和兽人之间来回切换 值得一提的是 兽人和人类的关系还不错 以兽人的身份 办理人类国家的签证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有些人类也很喜欢和兽人结婚 无论是兽人还是福瑞 由于人类与兽人们处于友好关系 兽人们也有机会借着人类的兽 攀登科技术和魔法术 在人类国家就算是一般的学校 也能见到兽人族的学生上学 和人类一样 兽人也没有亚种 但是兽人里又存在神话种 我之前提了一嘴的心源 就是兽人里的神话种 心源是只存在于物绕大陆上的种族 他们群居于深山 神兽矫健 能在林间灵活的穿梭 长长的尾巴除了能在树上保持平衡之外 还能缠在树枝将自己倒挂起来 也擅长将这种强韧的尾巴用在体树上 他们非常善于使用棍法 可以这么说 在于物绕大陆耍棍子 基本没有谁能比心源更乱业 除此之外 心源还可以将后脑船的一小撮头 拔下来吹口气就能召唤出 和自己一样的实体幻影 他们虽然贪玩 但是分得清善恶是非 物绕大陆的老百姓那里 总能听到关于心源的传说 说是有一位心源被天宫招安 却只能在天宫做了个下等官职 心源不服就打漏了整个天宫和地府 搅的那就一个天翻地府 此后那些神仙见其面 无不尊称一场大圣 至于这样的传说的真伪 恐怕就只有那些天宫地府的神仙才不知道 斯芬克斯和阿努比斯 是只存在于罗杰迪斯沙漠中 金字塔遗迹的神话种兽人 他们是一种 他们都会一种名为诅咒的 独有的死灵法术 斯芬克斯的诅咒 是以问答游戏的形式发动的 被施咒者需要根据 斯芬克斯的问题进行回答 如果回答错误 诅咒就会发动 具体效果要看斯芬克斯的问题 如果回答正确 诅咒就会反噬给斯芬克斯本身 相比起斯芬克斯那种 如同玩闹一般的诅咒 阿努比斯的诅咒者更多的 直接的施术 夺取被施术者的生命力 这种诅咒品也加 叠加的越多 被施术者夺取的生命力也越多 到最后会变成活师 永远的留在遗迹内 还要改变攻击那些 后来进入遗迹的人 需要说的是 阿努比斯和斯芬克斯 之所以世代都在金字塔遗迹内 是为了守护一位 曾经有恩于他们的人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斯芬克斯和阿努比斯 甘愿留在金字塔内当作护围 斯芬克斯守在金字塔外 阿努比斯守在金字塔内 但是沙漠的气候实在是不适合繁衍太多的紫粹 所以斯芬克斯和阿努比斯的 阳光活泼可亲是心地善良的种族 想要考察情绪时 他们会抱住这一层 这是奇性 在传递快乐 兴奋 友好 欢迎的时候 都会给予拥抱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 这样可以全身心的感受对方的情绪 那大概也是 为什么人类曾经痴迷于寻找雪人的关系 哎 你要不成为雪人吧 除了雪山上食物比较少 也很少有机会能碰到同族之外 简直就是明星种族 奇梅拉是一种很奇怪的兽人神话种 他们的身体杂柔了狮子龙山羊蛇 这四种生物的特征和能力 他们的肉体有龙的坚韧和强壮 又有狮子的爆发力 以及较高的智商和魔力 能够操控魔法 尾巴上的蛇还长有能够麻痹猎物的毒牙 虽然长得很怪 但是有着惊人的学习 如果一般人一开始只能学习一种基础魔法的话 奇梅拉可以一次性学四种不同的魔法 但人无完人 奇梅拉也是有缺陷的 那就是他们有先天性的多重人格 虽然他们有多重人格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不同个性的知识和记忆是共有的 只是平常在一起 与其交流的时候 会很麻烦 介绍的也差不多了 也该到此为止 就以这个兽人种中最久独特的神话种作为结尾吧 那就是地狱犬 是唯一一位生活在魔狱中的兽人神话种 黑色的身躯覆盖着漆黑的体毛 霜铜如同燃烧着烈焰般的鲜红 是结石而强壮散发着高热 沸腾至欲望的猛兽 其凶暴程度仿佛就熊熊的烈火 他们偶尔会从魔狱的位面跳转到纽斯提亚上来 但他们仅仅只是为了采购而非玩闹 在他们看来 牛斯提亚上的种族是非常脆弱的存在 应该屈服自己 就算出现比他们强的个体 他们的脑中也只会是 想怎么让眼前的家伙屈服 成为自己的东西 而不会冒出浮丧的想法 一旦碰上自己喜欢的人 或者是遇到了自己 无法让其屈服的强者 他们就会将他们带到魔狱去 直到他们玩业为止